马前总统率团二访中国大陆 在桃园机场发表行前谈话 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 传递我们台湾人民爱好和平 希望两岸交流 避免战争的新生 我们此行既是和平之旅 也是友谊之旅 大约一分钟的谈话 马英九强调 自己没有公职 没有党职 能做的就是推动两岸青年交流 减少两岸民间抵抑 马英九不要走外国 台湾国成员 因为马前总统是亲中路线 访问大陆不但无助两岸和平 还可能对台安全造成威胁 15人早上10点不到 就到桃园机场喊口号 和上演行动去抗议 绿营立委也对马前总统 二度访路提出质疑 也呼吁马前总统 到了中国之后 要知道说自己的身份 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那不要过去的中国 那落入了习近平 这个一个中国的圈套 当世界越来越多国家走进台湾 台湾走向国际的此时此刻 中国国民党马英九 执意的走向中国 而且要走入九二共识 一中一个中国的框架当中 这是何其的讽刺 马前总统520前访问大陆掀起议论 巧合的事就在马英九出发同一天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分别与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会面 罗森伯格从2023年3月 接任AIT主席后 已经五次访问台湾 上一次是台湾大选后造访 不到三个月再次来台 以具体行动展现 对台美关系的高度热忱 AIT新闻稿表示 罗森伯格此行重点 将针对台美区域安全 贸易投资合作再进一步讨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